這個長期文到底是不是真的能養 我也不是很確定 反正這本書裡面有太多的那個 虛實不分的地方 但是它就是我閱讀的樂趣 在這其中 可是這本書呢 讀完以後啊 它會有比上一本書 它開啟我們另外一個事業 因為我這本書 我反覆咀嚼了非常多次 我覺得它這本書 真的有一些很有趣 很好玩的東西 我把它整理成下面這幾個 請大家看看 第一個就是說 你有沒有發現啊 它大人之畫腳 我們退回去看一下 沒有 你看這個 這個是只有畫腳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外婆畫腳 他唯一沒有畫腳的 是這個政治家叔叔 政治家叔叔 可是他把他放 當他把他放下來的時候 又自身腳了 所以這個政治是 前面是有外衣的 我心跟你好像很要 可是未必 實際上怎樣不知道 我們再看看爸爸 有沒有看到他指導腳 再看媽媽 嘿 有沒有覺得 那當我們幾隻腳 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推敲 這個插畫家有什麼意圖啊 他插畫家這樣畫的意思是什麼 來 各位 孩子眼光看 是 那孩子眼光看 不只是身高而已喔 是 沒有錯 他從他身高 變成大人 就像一個巨大 可是他有沒有看 獨特的意圓在裡面 他想說明什麼 跟其實跟第一本書一樣 他那個 那個小沙哩啊 只看到同學的腰部以下 他想用這種畫 想呈現什麼什麼的落差 除了身高落差以外 大家有感覺到嗎 地位 地位 小朋友是 地位 或者 因為小朋友跟小朋友 地位是一樣的 但是大人就不一樣 地位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還有一個名詞 叫權力 權力 我們的權力 身高 身強馬大的那個 身高 他的班上 我是班長 我雖然跟你一樣是同學 我權力就不一樣 我是誰的誰 那個權力就開始不對等 同樣的 在這個故事裡面 刻意地只畫大人的腳 其實有一點在提醒我們 這個小朋友是在一個 權力不對等的 的情況下 在反應他的誰 那在這種情況下 他如何有反應他的聲音 就是變成整本書裡面的詛咒 這就很有趣 他也不是告訴我們要抗爭 不是的 事實上他有教我們如何溝通 好我們來看看 第二個問題是 他一開始的遊說都沒有成功 沒有一個成功的 但是我們從裡面 連我當讀者會同情他 那請問他到底哪裡值得我們學習 前面那幾個失敗的 結果不重要 一直在做修正 一直修正 是的 跟你說你太長了我就變短 太豐盛了我就收斂一點 不直接我就直接一點 他開始一直修正 他是一個在學習的 還有呢 這個 對他努力什麼呢 一直努力 繼續會下去 對 因為他都沒有放棄過 好這個是他切而不捨 所以他一直修正 一直努力 還有還有我們還看到什麼 他針對四個大人 同大摩子 同大摩子 有沒有發現他每一個都為他的稿子 重新量身定做